新书快报 一个罹患癌症 刚刚开始学着用电脑的中年男人 还在脸书上面找到了当年逃婚的前女友 就此展开了一段数位的书信往来 你觉得这样的小说的开场 后面可能会怎么样发展呢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一本日本的翻译小说 鲁冰之湖破掉了 为您请到皇冠文化的编辑蔡成坏来介绍 成坏你好 周祥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跟你都看过这个小说了 所以我们在介绍这本小说的时候 可以提供一些明明不能破梗 但是一定要讲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是一定可以随便讲都没有关系 那就是你快看这个书的封面 它的封底内页 你会发现有超多读者的评论 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好惨 或者是看完以后很震撼 看完以后想在家里面大叫 其实这样的读者评论我还蛮少见的 能不能讲讲你所看到 哪一些读者评论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好 其实这本书我要先讲就是编辑有一个特权 就是编辑可以把看到喜欢的读者推荐 加粗放大字体 所以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发现有很多评论是字体是不一样 有辩粗或是放大 那个其实就是我自己看了觉得很有同感的 就例如有读者说只有一个禅字 除了这本书以外 没有一本书配得上禅这个字 就是非常夸张 然后还有看完的瞬间就无法克制重看一遍的冲动 还有这个故事超讨厌 但也不得不承认超厉害 还有一个非常有同感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任何感想都会爆雷 所以没有办法顺利推荐给别人 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好 你看完之后真的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推荐这本书 所以这本鲁冰猪狐破掉了 他没有办法介绍文本 他只能够从旁敲侧击了解一下到底精彩在哪里 其中有个精彩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本书 它光是出版的形式就跟一般不太一样 连作者都不愿意用真的姓名来试人 他的艺名叫做素野勋 而且他的作品还没出书 就先在网路上面刊登了 这样怎么卖 其实因为网路上我们就完全都查不到这位作家的真实身份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日本编辑他就有收到很多读者在问说 这个素野勋到底是谁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有收录一篇编辑和作者的对谈 编辑就问作者说 你是不是可以偷偷透露一下你是谁 还有你为什么不愿意公开身份 然后作者他就说 他现在任职在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所以只要一旦公布他的名字 他的工作就会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他写的这部作品《鲁冰之湖破掉了》 是一部虚构的作品 但是其实这些构想都是来自一些真实生活中的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避免公开自己的本名 还有他怕公开之后可能会造成朋友 或者是他行业里面相关人员的困扰 所以我们介绍了老半天 其实还是一大堆的谜团 这本书叫做《鲁冰之湖破掉了》 我觉得有必要还是想尽办法挤出一点 跟内文有关的东西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比如说我一开始不是讲说中年男人 他已经罹患癌症了 然后他从来没用过电脑 现在在脸书上找到了当年逃婚的前女友 我觉得在书里面还有很多的描写 都会让人觉得说这个男人好像颇为痴情的 甚至有点像那种纯爱跟追忆的这种书 但看到中间的时候就发现说人生如戏 这一面真真假假已经有点难以辨别了 到后面当然我是不能说到底我感觉到什么 一开始那段有点像《纯爱》的描述 有没有比较吸引你的地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其实这本书在一开始看的时候 就是男主角他会写Facebook的讯息给女主角 他说他是在Facebook上面乱逛的时候 找到跟女主角同名的个人页面 然后虽然那个页面就是除了女主角的名字之外 没有写任何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事 但是他很技巧 他找到别人tag女主角的照片 那张照片其实女主角的脸是被模糊处理的 因为可能是上传的朋友有隐私的问题 都已经这样了 怎么还可以认出来是女主角呢 就是男主角他就说 他从那个照片里面 因为有拍到窗户 所以他从窗户的倒影里面看出 那个女生是他认识的那个人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写一写 他就写了一句说 我把照片放大处理以后 看到了28年前死去的你 就是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是28年前死去 然后就在想说 这本书难道是一个男生 不停传讯息给一个死掉的女生吗 也太痴情了吧 然后后来男生就是又继续有传讯息 就好像那个女生还活着一样 当然你看到后面 就是大概四五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女生也有恢复 但是在一开始看到这个28年前 就死掉这件事 就觉得很吸引我 想继续看下去 其实已经有很多可能了 甚至有点像是跟踪狂 或者是犯罪的事 那这本《鲁冰之狐》破掉了 其实在前面还有一点 男女主角在大学里面 他们是戏剧社的学长 跟学妹的关系 而且都还蛮会演 因为太会演了 以至于我看这个书的时候 才发现说 我好像第二遍看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 在这一段的表现 是真的还假的 所以这个书 其实有很多种可能的解读的含义 不想说你在读第二遍 第三遍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哪一段是 原来跟先前判读的是不一样 我记忆中有一段很深刻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第二次看的时候 才觉得怪怪的 就是男主角 他有在讯息里面提到说 女主角每次都会缺席 因为他们是戏剧社嘛 所以他每次都会缺席 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排练 然后这个时候 男主角他就问了一个 女主角的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跟他说 是因为女主角每周的周末 都会去养老院当义工 看到这里我就想说 女主角这么爱演戏和排练 然后也没有其他地方 有这种他很善良 或是热于助人的设定 怎么会 这个时候就突然 买了一个 每个礼拜都去养老院 当义工的设定 当然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是很顺的就看过 要到整个看完之后 才会知道 这里其实有偷偷买一个服务 不过你既然会有这种感觉 我想你大概平常 也蛮爱看推理小说 我看到这本书 其实影响力还颇大 能不能先讲一下 它所造成的风潮好了 好 没有问题 就是其实这本书 那时候当初会引起 很大的风潮 是因为他们的日版出版社 叫做新潮社 那时候他们新潮社的 推特上面 他们突然就po了一篇发文 然后发文内容是写说 读者朋友你们好 我们现在手边有一份 编辑部突然收到的稿件 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但是这部作品实在太精彩了 以至于我们想不出 任何的宣传文案 很抱歉 这也想要借助各位的力量 就是我们这次要特立 在小说的发售前 就公开全文 请大家来投稿文案 整本书都公开在网路上 然后他们的真稿时间是两周 他们最后募集到了 六千多则标语 标语都写得很好 所以他们那时候 挑的时候就很痛苦 他们首先先从 这个六千多则里面 先挑一百则 然后这一百则呢 就是会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还有书的封底和书役里面 然后再从这一百则里面呢 他们再选出五个得奖的标语 这五个得奖的标语 会印在书的书腰上面 所以这本书总共会有 五种不同的书腰 然后光是这次活动 就让新潮社 他们破了很多纪录 例如他们的单篇发文 就是刚刚说的那篇发文呢 转发次数到一万次以上 然后他们整个网站的浏览量 也突破了79万次 但是我看到很多评论 其实是骂他了 不晓得骂他了 有没有被选出来 应该偷偷的删掉了 有哪一些批评的意见 要不要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自己上网查 也有看到一些读者说 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本书 例如 有些读者说他们不喜欢 就是新潮社这种宣传的手法 就会觉得那种 很煽动人的行销手法 很讨厌 然后还有看到有人说 编辑的工作就是要写文案 怎么请大家来写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宣传手法很有趣 但是他们看到 结尾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会感觉到好像 作者是在对读者说 让人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就现在不能讲的 这句话真的也是吓了我一跳 而且还用了出体字印出来 而且他故意印在后面一页 所以你必须要翻页 才会注意到这句话 这本书叫做 《鲁冰之湖破掉了》 是个小说 男女主角在小说里面 都非常的会演戏 因为他们是戏剧社 所以真假难辨 不过我后来 在第二次看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说 这个《鲁冰之湖》 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果一查才发现 他在心理学很有名 它是一个错识的图 现在听众朋友 如果上网打这个 《鲁冰之湖》 应该就可以找到 它通常是一个黑白的图 白色的部分 是一个湖的样子 但是当你看黑色的地方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两张 对视的人脸 我们在书封上也有做 就是把《鲁冰之湖》 这个图放上去 黑色的地方是一个湖 然后因为书名是破掉的 所以这个湖是破掉的 就是你只看粉红色的地方 你会发现是两张对视的人脸 就是互相在看对方的脸 原来是这样 那我要再去看一次这本书 因为我在封面上 没有看出这个东西了 对啊 因为大部分人看就是 会只会看到一个图像 原来这个《鲁冰之湖》破掉了 在书封 然后里面的剧情的安排 然后男女主角他们演戏的技巧上 都有很多层不同的真相与表象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挑战自己的心智 欢迎来读这一本《鲁冰之湖》破掉了 今天非常谢谢 《鲁冰之湖》的编辑 蔡陈欢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陈欢 听众朋友如果想要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说您只听到了一半 想要补足的话 我们现在在手机的Podcast这个APP上面 已经有新书快报的频道了 欢迎您去下载APP 订阅我们的新书快报 我是周翔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